下面我们介绍 以FRA组合技术 对标准利率互换定价的办法 除了使用债券价格的定价办法 互换合约还可以看成远期利率合约及FRA的组合 因此互换定价是可以借助FRA的定价来完成的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远期利率合约的定义 远期利率合约简称为FRA 在这种交易中 资金介入方按照事先约定的价格 在未来介入一定数量的资金 我们以刚才的例子为例 三次现金率的交换可以看作三个FRA 每一笔FRA的板金均为1亿美元 其中第一笔交换可以看作支付固定年利率3%的利息 获取对方的浮动利率2.9%的利息 这两个利率是可以事先确定的 这次交换的价值可以直接利用利息差获得 第二次交换可以看作是支付固定年利率3%的利息 获取对方第三个月到第九个月的浮动利率利息 这个浮动利率利息在当前是无法确定的 只有在三个月之后有市场给出 第三次交换可以看作是支付固定年利率3%的利息 获取对方第九个月到第十五个月的浮动利率利息 类似的 这个浮动利率利息在当前也是无法确定的 只能在九个月之后有市场给出 有了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把互换拆为三个远期利率合约 把每个远期利率合约资金介入方的价值计算得出 然后提现到零时刻进行求和 这样我们可以获得计算互换合约的方法 按照这个方法 我们需要计算每一笔FRE的价值 那么如何计算每一笔FRE的价值呢 我们回顾一下 FRE的计算步骤 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 利用利波零期利率 计算每一个未来期限所对应的远期利率 第二步 假设未来市场产生的利波利率 等于相应的远期利率 计算互换现金流 第三步 对所得互换现金流进行贴线 获得互换的价值 比如九个月之后 也就是T等0.75的交换 我们可以把这次交换看作一个远期利率合约的实施 对资金介入方而言 此交换的价值可以这样计算 收益减去成本 其中成本为3%的年利率 收益为第三个月到第九个月的浮动利率利息 虽然此利息我们在定价时并不知道 但是根据刚才所说的FRE定价步骤 我们可以假设此利息为第三个月到第九个月的远期利率 而远期利率的计算可以利用三个月和九个月的利波零期利率得出 下面我们用FRE的方法对互换合约进行定价 定价的过程由表格呈现 在表的第一行显示了第三个月时现金流的交换 其中固定现金流和浮动现金流所对应的利率分别为3%和2.9% 这两个利率都是可以实现确定的 这两笔现金流分别为100×0.03×2分之1等于1.5和100×0.29×2分之1等于1.45 再表的第二行 固定现金流支出1.5的计算与第一步是一样的 浮动现金流的计算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计算介于三个月和九个月之间的远期利率 计算公式为R2T2-R1T除以T2-T 等于0.032乘以0.75减去0.028乘以0.25 除以0.75减去0.25得0.034 即远期利率为连续复利的3.4% 我们再利用连续复利和每年复利两次的利率转换公式 可以得出此利率对应每年复利两次的远期利率为3.429% 因此T等于0.75时流的现金流为 100乘以0.03429乘以0.5得1.7145 在表的第三行 固定现金流支出1.5的计算与前两步相同 浮动现金流的计算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计算介于九个月和十五个月之间的远期利率 计算方法同上得出远期利率为0.037 这个利率是连续复利 我们再利用连续复利和每年复利两次的利率的转换公式 获得此利率对应每年复利两次的远期利率为3.734 因此T等于1.25时收入的现金流为100乘以0.003734乘以0.5等于1.8672 把三次交换的净现金流即表中的第四列 与TN因子做成绩得出最后一列 然后把最后一列进行求和得出互换的价值为0.5117 此结果与债券定价法的结果是一致的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此互换合约在刚实施的时候价值为0 互换合约在实施一段时间之后 价值才会变成正数或负数 这意味着刚签署的互换合约 构成它的每一部分FRA的价值之和为0 一般来说这些FRA的价值有些为正有些为负 如果利率期限结构为上升型 则由于初始的远期利率 小于很久之后的远期利率 这意味着前期的多头FRA的价值为负 后期的多头FRA价值为正 反之如果利率期限结构是下降型 这意味着前期的多头FRA价值为正 后期的多头FRA价值为负 以上是关于使用FRA组合的技术 对互换定价的过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